台北县树林发生的电梯夹伤围凶工人的事件 当时这个工人正在修理电梯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头跟手呢被夹在电梯外头 就卡在大楼的五楼跟六楼之间 消防人于是花了二十分钟才把他给救出来 但是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到医院还是抢救不治 工人妻子赶到医院 无法接受丈夫的意外 崩溃痛哭 回到事发现场 大批警察正进进出出 要做生意的那样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 时间发生在下午三点五十分左右 约五十岁的灵性电梯维修工人 到树林一家工厂进行例行保养 人到了六楼镇走出电梯时 疑似电梯急速下坠 造成不幸 你怎么叫他都没有叫 没有反应对不对 这个发现了一轮 你这边是不是看到叫他没有反应 对啦 然后后来呢 后来就一直拍要久半公斤 那那时候看到是大概什么样的状况 他已经头被夹制了 发现意外的老板吓了好一大跳 当时灵性工人头部被卡在五楼和六楼的甲板中间 伤势严重动弹不得 工厂老板赶紧求救 可能是他们操作的问题啦 不是怎么样啦 是不是机器老旧的关系 不对不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是给他们包养的嘛 因为每一个月他都包养一次嘛 警察赶到现场花了二十分钟 才把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工人救出 送往医院急救 但仍然抢救无效 晚间届时人员重回现场财政 希望早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追求问吴博弈讲序面台北采访报道 好